歡迎收聽希望聽新聞 我是惠文 首先為你送上內容提要 越南發現新病毒株 是印度與英國變種病株混合 金正印下令邊境見甲即殺 國會山莊事件 美參議院否決獨立調查委員會 中共黨慶金境外記者臨時進行採訪 印度各大城市疫情緩和 當局稱慢慢鬆綁封鎖措施 中國也開始搶衛生紙 美海關查獲3萬條中國防病毒項鏈 6家大陸媒體公開向特斯拉道歉 網民說又不想特斯拉撤離了 下面澄清詳細內容 越南發現新病毒株 是印度與英國變種病株混合 台灣中央社29日報道 越南新聞網站《越南快信》報道 越南衛生部長阮清隆29日說 當地偵測到一種新的COVID-19變種病毒 是印度與英國變種病毒株的混合體 可以在空氣中迅速傳播 越南去年多數時間都成功控制著中共病毒疫情 但自4月下旬再度出現新一波本土疫情 境內63個省市中有31個省市 有近3600人染疫 佔全國病例總數一半以上 隨著累計染疫人數不斷上升 首都河內市5月11日已宣布禁止 10人以上聚會 遠青龍說 這種新病毒株比先前已知種類 都具有更強的傳染力 而實驗室培養出來的結果顯示 這種病毒自我複製的速度非常快 說明了越南短時間內在不同地點 為什麼出現這麼多新針病例 遠青龍也表示 越南很快就會將新發現的變異病毒株共駐於世 早前越南曾通報境內出現7種變種病毒 分別是B1222、B1619、D614G、B117 即是英國變種病毒、B1351、A231 和B16172即是印度變種病毒 越南目前累計6396宗病例、47人病故 金正恩下令邊境見甲即殺 中共病毒疫情在全球曠山 近日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將目標聚焦在甲身上 據英國《太陽報》報道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認為從中國飛來的甲子 可能攜帶中共病毒疫情進入朝鮮導致染疫 因此向甲子宣戰要求邊境官員嚴格把關 不能讓甲飛進來 如果看到甲子闖入一律甲殺物論 據悉鄰近中國的衛山和新移州 目前已嚴格執行 除了命令官兵執行 亦要求一般民眾要配合 看到甲就殺 報導說 除了甲子之外 朝鮮當局認為貓都會感染中共病毒 因此禁止當地人民致養貓隻 衛山一戶家庭就因偷養貓咪 一家四口被關進隔離所 朝鮮是全球最早對中國封關的國家 去年1月22日 朝鮮就宣布進入國家緊急防疫狀態 撤斷了海陸空入境渠道 封鎖邊境 禁止中國人入境 並將幾百名外籍人士隔離 至今朝鮮當局仍堅持宣稱 境內一宗確診都沒有 由於朝鮮和疫情發源地中國大陸相輪 況且境內衛生條件和醫療水平都很低 外界對該國所謂的零感染和零確診病例的說法 一直存在質疑 衝擊國會山莊事件 美參議院否決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美國參議院28日以54票反對 35票贊成否決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調查今年1月6日參議院發生的國會山莊事件 有份投贊成票的包括羅姆尼、奧林斯、穆爾科斯基、薩斯等 6位倒戈的共和黨議員 但仍無法讓把持參眾兩院的民主黨 順利投票通過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決定 共和黨反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認為現時已有執法部門和國會其他委員會正在進行調查工作 民主黨人稱獨立調查委員會可以讓跨黨派專家 從國會和執法部門以外的角度審視國會山莊暴亂 包括社交媒體和新聞從而擴大調查時任總統川普 多番稱他的選舉被人偷走的角色 民主黨建議的獨立調查委員會若果成立 將參照2001年調查恐怖組織亞蓋達 擦動911恐襲的委員會模式 自前在眾議院以252票贊成 175票反對獲得通過 但在參議院未能達到60票贊成的門檻 闖關時遭遇滑鐵路 怕什麼? 中共黨慶禁境外記者臨時進經採訪 今年7月1日前後 北京將大使舉辦中共建黨8年的相關活動 不過中共官媒《新華社》28日報道說 只是邀請部分在京的港澳台記者和外國記者 現場採訪慶祝活動 不會邀請境外記者臨時進經採訪 據知中共建黨8年活動新聞中心 設在北京梅地亞中心 將於6月26日正式運作 將負責接待前來採訪慶祝活動的中外記者 組織新聞發布會和記者招待會 聯繫安排中外記者的採訪活動 並開設新聞中心官方網站和微信公號 官媒報導說 新聞中心開通記者報名註冊系統 歡迎港澳台記者和外國記者通過該系統提交報名註冊申請 採訪申請受理時間是自6月1日起至6月12日 但報導聲稱為有效防控疫情 新聞中心只是邀請部分在京的港澳台記者和外國記者 現場採訪活動 不邀請境外記者臨時進行採訪 法廣引述《外交政策》雜誌5月27日的文章 當中批評中共當局對外國記者的限制和打壓 令到即使是日常報導也變得很困難 作者說幾乎不可能提出如何改進我們報導 讚寫和討論中國的方式 因為現有的信息一直是建立在沙上的房子 在任何時候審查制度、編執狂和無視真相的網絡 都有可能將它掩沒 印度各大城市疫情緩和 當局稱慢慢鬆綁封鎖措施 印度當局29日宣布 首都新德里的防疫封鎖措施將非常非常緩慢地鬆綁 印度各大城市實施封鎖幾個禮拜後 新冠病毒的增加病例已減少 但鄉村地區出現染疫人數增加 令醫療系統不勝負荷 3月初至今已有至少16萬人病逝 新德里首席部長克里·瓦爾表示 建築工程和工廠運作將於31日恢復 他說 我們將展開非常非常緩慢的解封過程 一個禮拜後 我們將依據專家和民眾的意見 重新評估情況 根據官方統計數據 印度各地通報的每日染疫人數 已從今個月較早時的40多萬人 減少了一半以上 新德里今日通報 過去24小時增加了大約1,100宗確診病例 低於6個禮拜前宣布實施封鎖時的 每日大約2萬5千宗 中國都開始搶衛生紙 近期中國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行 其中只將期貨價格由於脫疆野馬開始暴漲模式 並不斷刷新歷史新高 只將市場報價大幅上漲 令下游紙廠對紙巾、衛生紙等生活用紙連續加價 據《廣州日報》報導 最近只將價格上漲再次引起熱議 有消費者反映他所在地區的生活用紙 一個月迎來三連漲 還有人表示自己正在拿著囤積衛生紙 不僅是衛生紙 實際上進入5月以來 中國主要文化紙企業和貿易商 發布多張漲價銜 其中文化紙普遍漲價200元一噸 白卡紙漲價則達到1,000元一噸 截至5月24日 中國包裝紙龍頭企業 九龍紙業已經調整5次價格 在九龍的帶動下 河北、河南、山東等40多間紙企調整價格 生活用紙企業之前已經宣佈價 恆安國際宣佈至4月1日起 旗下紙巾產品價格將逐步上調10%至20% 中信結郵、金紅業紙業和維達國際 亦宣佈於4月1日起 將調整旗下生活用紙產品 中國工商聯紙業商會秘書長 兩張神金對此表示 這輪紙張漲價主要原因是造紙上游的紙張、物流、能源等價格上漲 直接增加了企業的生產成本 有業內人士就說 一些小紙企目前處境比較為難 由於將價和紙價倒掛 不排除直接停產的可能性 而一些大型原材料供應有保證的紙企 就可能考慮比較折衷的方法 比如停機檢收 禁費令、禁數令是指將價格暴障的主要推手 2020年初中共法改委生態環境部下發禁數令 今年1月正式生效 至去年12月中旬下游紙廠連續漲價 據統計漲價次數為6輪 加上運費漲價 中國只將市場報價大幅上漲 另外全球運費價格猛增 國外工廠產能下降 人民幣升值 海外漲廠不斷漲價 對紙製品需求預期大增等等 這些因素可能共同發揮作用 目前中國以生產廢紙張為主 紙張產能不足直接導致嚴重的進口依賴 據數據顯示 中國木章的進口依賴度達65% 美國是全球紙張產量最大的國家達到4835萬噸 佔全球紙張總產量的比重為26% 排名前五位的其他國家有巴西、加拿大、中國和瑞典 美海關查獲3萬條中國製防病毒項鏈 美國海關邊防總署CBP26號稱 海關官員查獲3萬條來自中國的防病毒項鏈 產品承諾通過產生抗病毒雲來預防感染冠狀病毒 CBP聲明說4月16日 邊境人員攔志一輛穿過阿里桑那州 諾加萊斯邊境站進入墨西哥的卡車 發現車內再有3個未經申報的貨物托盤 其中3萬件中國製造的號稱能夠抗病毒的設備 包裝上寫說 將它帶在頸上以阻擋病毒 在對商品進行初步檢查後 CBP查封了該產品 因為它違反聯邦農業法 據介紹這些項鏈看來好像一個掛繩 上面有一個藍色的包 項鏈中含有二氧化綠 長時間暴露在二氧化綠會導致嚴重的呼吸問題 CBP評估這批錄鏈內銷價值 約為479,700美元 海關人員還查獲了價值超過24,000美元 帶有假冒霜的商品和服裝 項鏈包裝中列出16條警告聲明 包括不要將產品放在內衣 可能將導致衣服漂白 金屬物體腐蝕或山壽 包裝上著名 產品由浙江省二烏市一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製造 一間與該公司持有關聯的網站說 公司專門生產樟囊粉、滅蚊液、滅蚊墊、老鼠粉和殺蟲劑 CBP在其網站上發布一條警告告解這類產品的潛在危險 除了構成潛在的健康和安全隱患外 假冒商品的質量通常亦較差 包裝上剝下的標籤、劣質墨水或列印錯誤 以致包裝鬆散的物品可能說明產品不合法 CBP還提供了一系列預防務牌的措施 例如閱讀其他客戶的評論 以及直接從品牌零售商購買 如果產品的價格好得令人懷疑 那可能就應該懷疑了 6家大陸媒體公開向特斯拉道歉 網民說又不想特斯拉撤離了 5月28日晚特斯拉客戶支持官方公布了6家媒體的自協聲明 並表示非常感謝大家對特斯拉相關信息、相關鐵文的關注 但其中也包含了小許不實信息 這些不實信息為特斯拉以至廣大車主們帶來一些困擾 為了幫助大家了解事實 我們會定期和大家分享真實情況 任何新興產業的發展都離不開全社會的關注和支持 在今次公布的綠則自協聲明分別是來自抖音帳戶 瑞峰汽車、自媒體帳戶、60秒董車、微博帳號 雷聲頻道、五商文化、明金網、微博帳號 其中瑞峰汽車發布的剛剛買的特斯拉 48秒後殺車失靈、混州二手推車箱直接淚崩 該視頻內容因為言論未經核實、沒有事實依據 誤導了廣大群眾、自協聲明將會至頂30天 60秒董車同樣發布了關於特斯拉殺車失靈等不當言論視頻 造成不好影響 目前相關內容已經刪除 作者本人保證以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60秒董車也藉此公開警告 並要求已經轉載相關視頻的媒體或個人 盡快刪除或不再擴散或轉發 有網民評論 媒體報導不能基於事實就是造謠 還有人諷刺說 造特斯拉的謠不犯法還可以賺錢 更有網民一針見血指出 資料庫被迫妥協 又不想特斯拉撤離找幾個造器 這種投資環境真的不適合外資 一位網民說 都是跟著主流媒體走 主流媒體不晚地報導 這些自媒體膽造謠? 新聞播放完畢 多謝大家收聽